我们有理由相信 诸佛菩萨 无尽的慈悲 现在社会动乱 地球 灾变频繁 这都是独善心心所干的 菩萨在不在的世界呢 肯定在 我们相信佛菩萨 有无量的分身化身 在过处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众生不认识 如果我们心地冷静 有感恩的心 有真诚恭敬的心 你就能体会得到 众生 造极大的罪恶 三我大的苦报 他不能不受啊 为什么 我以由他自己受了 他才会觉悟 他才会清醒过来 他自己啊 不能轻身受这个苦报 他醒不过来 总以为他是对的 不肯认错 不肯悔改 不肯回头啊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我们在讲习 跟同学们曾经做过分享 三三道 是消福报的 你修福 一定有福报 三我道呢 是消罪报的 你造的有重罪 这个报一定要消掉 所以三三道跟三我道的作用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了 人如果 三我两边都离开 你就会处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的人干什么 没有别的 你看清楚了 都是渊源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搞这个把戏 人真正觉悟了 不干了 到此为止 肯定 他就求处理 处理 最方便的方法 最稳当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往生 极乐世界 亲近 阿弥陀佛 这是四十真相 随着后头一句 如果 若善男女 愿即处理 处理六道轮回 应当念佛 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一定要 一心专专专 心里头真有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一点重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